你好,我是嘉尼,今天的主題是 Scouty Bones 拿下最佳新秀 綠三軍聽牌 爵士跟會洋隊追成平手 影片中所的數據皆是2022 4月24號 先來看第一個消息 包紅隊的Scouty Bones 拿下年度最佳新秀的肯定 非常恭喜他 我自己原本是支持騎士隊的Mobily 這裡我們來看一下票數 其實非常接近 甚至可以說是閒勝 實際上這兩名球員誰拿都沒有問題 畢竟所屬球隊的戰績都還不錯 這表示數據的部分相對真實 接著來看賽事的部分 昨天攻入在沒有Chris Milton的情況下 球隊是放三大青鋼打先發 也就是字母哥、David Polis再加上Lopez 老實說這樣的高度 整個聯盟應該沒有幾支球隊受得了 而且不但都有外線 更重要的是字母哥防守的範圍非常廣 比方說像這個回合 即便DDR可以過Lopez 可是後面還有字母哥 球迷別忘了DDR是以中距離為主的球員 可是當這三名長人在場上的時候 老實說已經沒什麼空間了 所以攻入隊其他球員外線的部分 如果不能提供更多火力的資源 DDR會很難發揮 來到外線 Grayson和Alan昨天投進了5顆三分球 有白Pick Colton也投進了2顆 其實這樣的比賽是一場大比分差的比賽 如果下一場比賽 攻入隊還是放三大金剛 站在攻入的立場就要看外線的表現如何 這場比賽攻入隊三分球的命中率只有2x6 老英隊昨天在崔陽來了一個 絕密小拋頭的情況下 在主場辛苦的拿下一場勝利 像他跟John Moran等後場球員 其實都很會這種小拋頭 畢竟身高比較吃虧 有時候要利用時間差 跟拉高弧度進而避免被對手蓋火鍋 所以我們才會開玩笑著說 字母哥在全明星賽中 多次拋頭拋不進是可以理解的 畢竟以他的體能條件跟身高來說 不太需要做拋頭的動作 熱火方面不但輸了一場比賽 而且凱爾羅里是有受傷的 雖然他在接收的媒體訪問時表示他會上場 因為他是金剛狼 不過最新的消息是說比賽之前再來決定 我個人是認為上市的部分還是要謹慎一點 畢竟目前才第一輪 而且熱火後場是有很多球員的 其中包括Stuels、Poladibo、Tiler Hero等球員 但不可否認凱爾羅里的防守是真的比較兇 比方說像這個回合就真的有季後賽的感覺 也就是拳拳到肉 我自己的看法 謝賽的優勢還是在熱火隊手上 如果老英翔贏球 那麼Bodomich的表現會是關鍵 這也是球迷接下來可以觀察的地方 聊到拳拳到肉 昨天體股隊的Hex來了一個美式足球的打法 這是一個完全沒有必要的動作 他後來也被趕出場 而太陽隊的老將Chris Paul表示 在場上要報仇最好的方法就是贏球 不但全場攻下之8分是4次助攻 而且整個第四節根本就是他的個人秀 不管是中距離還是幫隊友得分 都沒有問題 這也幫助太陽在沒有不可的情況下 拿下重要的一勝 另外Aton Zombie也攻下了28分 這樣的數據 對於想要領高清的他來說一定非常開心 希望他可以保持下去 至於體股方面當然可惜了 不過只要下一場主場的比賽可以拿下來 其實壓力還是在本季拿下64勝的太陽隊身上 好接著來看今天賽事的部分 先來看暴龍隊的氣肉人 在第一場比賽中受傷的Scotty Bounce 這場比賽回到場上了 這也幫助球隊拿下最終的勝利 這也表示暴龍隊至少不會被對手橫掃出局 這裡要注意的是全場攻下21分的JoJo 因為他的大拇指其實是有傷的 不過他是選擇帶上上陣 換句話說雙方的第五戰 也就是在秋仁主場的比賽秋仁一定要拿下來 因為這樣才可以讓JoJo有比較多的休息時間 不過JoJo也是一名很有趣的球員 在暴龍隊拿下勝利之後還拍手表示 你們打得不錯 老實說這個動作也沒有必要啦 可是肌肉在火腰位十足是OK的 套一句你們年輕人的用語 不要看到血流成河 至於暴龍方面在Scotty Bounce回來之後 終於可以回到另一賽時所熟悉的打法跟輪換方式 可是如果球隊想要贏球 這場比賽攻下24分的Galichan會是關鍵 因為後場的Venverly在比賽中受傷了 提前退場的他沮喪到失球衣 傷勢的部分還要在觀察 不過他是後場的指揮官 所以如果他不能上場 那麼包括Galichan 甚至是拿過總冠軍 章比賽攻下34分的Pascal Silkem等球員 就要有更好的表現才行 老實說如果雙方有第六場比賽 那麼秋仁的壓力會非常大 畢竟得方王球球身上有傷 接著來看獨青霞對爵士 這場比賽Luka當期取離不但回到場上了 而且全場還攻下了30分 其中包括比賽最後40秒的這顆3分球 這也讓球隊有了4分的領先 原本以為獨青霞有機會聽牌 可是最終是爵士在主場拿下的勝利 我們來看看場上發生了什麼事 第一個回合Mitchell切入雖然沒有進 可是自己拉下進攻籃板來個2加1 雙方也只差1分了 接下來是Mitchell 狗貝爾幫他做一個掩護 接著夏娃茲進去得到自身的2分 不過從四後論跟賽後論的角度來看 我自己的看法 這球應該是兩名球員的防守沒有交代清楚 也就是打完之後到底要不要換人 因為Mitchell今天頭21只中7 其實突然命中率不算高 所以應該是沒有必要進行包夾 更重要的是如果Mitchell選擇跳中距離 其實獨青霞也沒有人進行卡位跟搶籃板 因為路里狗貝爾已經在禁區卡好位置了 所以這一球我自己的看法應該是防守端沒有交代清楚 重複說一次我們這是四後論跟賽後論 所以球迷放輕鬆就好 另外獨青霞其實是有贏球機會的 可是獨愛炮在比賽最後10秒是兩罰都沒有進 這個差別很大 因為如果兩罰全進 那麼球隊在當下是領先3分 另外這裡有個細節 因為過去吉祥比賽 關鍵時刻5號位都是Clinber 不過他在比賽最後4分鐘時就有6反離場了 上場比賽角色隊可以贏球全然拉下10個進攻籃板 的獨立狗貝爾當然是關鍵 不過全場法師八指中九 這個部分還要再加強 接著來看籃網隊綠三軍 已經休息一陣子的Robert Wentz 在這場比賽中回到場上了 球迷要知道的是他是聯盟中 防守效率最好的球員 所以他還可以回到場上 對於球隊來說當然是好消息 實際上整個下半場 籃網隊幾乎都是落後的球隊 第四節最後3分鐘 綠三軍一度103比88 領先對手15分 原本以為這場比賽在這裡應該就結束了 可是籃網隊的小Curry跟Mills 接下來3分球連發 這也幫助球隊將比分追到6分差 不過死神KD這次的失誤也宣告這場比賽的結束 關鍵德跟Tayton全場攻擊來39分 另外還有6助攻、6抄球跟5個籃板 根據國外媒體的資料顯示 他還成為綠三軍40年來第一位 可以達成這場數據的球員 我們在上一場賽修分析時提過 其實聯盟隊的角色性球員已經表現得非常好了 差別在於KD跟Carrie Irving可不可以回穩 實際上KD在上一場的訴求之後也表示 綠三軍的防守讓他非常不舒服 因為會有2-3名球員一直黏著他 這當然也會限制他在場上的表現 這場比賽他又發生了5次失誤 也因為對手包夾的關係 這也讓Brown等球員有了更多出手的機會 這場比賽Brown攻下26分 KD則是送出8次助攻 至於宮崖北的部分雖然也有9助攻 不過全場頭17只中6 實際上第四節如果沒有Black Griffin的2顆3分球 比分可能就被綠三軍拉開了 至於聽牌的綠三軍 球隊中的Jaren Brown攻下了23分 最後來看雙揮對決 雖然組長的會場隊最終是贏球的 不過球隊中的明日之星A的我子 他其實是有受傷的 而且還是被隊友浮出去 看到這一幕如果你是會場球迷相信一定會很緊張 不過好消息是他又回到場上了 這場比賽在攻下了22分 球員要知道是比賽做1分30秒時 換上隊還領先對手7分 原本以為可以穩穩的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可是在Denbrokes投進這顆3分球之後 雙方只差2分了 星島KD接下兩罰全進 否則Ben這顆壓叉球是會把比賽帶進延長賽的 所以罰球很重要特別是季後賽 独行俠的獨愛拋就是因為兩罰不進 這間接的造成球隊輸掉了一場比賽 今天幻想隊可以贏球真的要給板凳上 名字很難念的Jordan McLaughlin 一些掌聲 全場攻下16分其中包括4顆3分球 另外一定要提全場攻下33分的KAT 他造成會窮隊進居很大的困擾 而且在關鍵時刻他也有外線的表現 更重要的是全場打了42分鐘 終於沒有犯規麻煩了 至於全場投13只中4的John McLaughlin 球迷一定會很好奇他怎麼了 其次我們在對戰分析時就提過 另一賽對上會上的比賽中 他的投籃命中率大約就是3成 畢竟Patrick Beverly等球員給的壓力非常大 所以站在灰熊隊的立場外線的部分就很重要了 今天John McLaughlin中出15次助攻 另外攻下34分其中包括8顆3分球 我自己的看法只要外線的部分可以維持該有的投籃命中率 那麼對John McLaughlin來說壓力就不至於會這麼大 現在觀察的是灰熊隊中鋒的部分 因為這場比賽先發中鋒又換人 可是原本的先發中鋒水行俠這樣比賽是有上的 所以回到主場之後相信陣容的部分應該還會再調整一次 不過目前的壓力是在灰熊隊身上 因為第五場主場的比賽有著不能輸的壓力 以及第六場的比賽是在灰狼主場的進行 好 以上就是這兩天MBA賽事跟新聞的部分 至於你有什麼想法跟看法呢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讓我們輕鬆聊MBA吧 好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出囉 記得按下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頻道給個事實的鼓勵 更重要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佳琳,我們再次見 掰掰唷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